列紅離婚 徐若瑄先前捲入雷虹離婚扯出小三風波 他被李靖蕾爆料和王力泓婚前是X友 婚後還繼續搞曖昧 導致事業形象重創 好在他的新加坡老公選擇發聲明力挺愛妻 而V年也趕緊飛回新加坡顧家 才讓婚姻不至於破裂 暫時躲過小三風波後 今年5月徐若瑄即將首度登上台北小巨蛋開唱 昨天他就預告演唱會上一定會唱面具即點瓜 妙的事,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在反擊最近的流言蜚語 徐若瑄在個人社群上預告,本人在2003年寫的詞 至今還是很喜歡聽幽默輕快的一首歌快去學起來,並附上歌詞 你戴上善良的面具,老師哭哭又啼啼,會引起所有人的同情 手上的氣球明明五顆,你說你有八顆,他們也都會相信 你戴上壞人的面具,老師惡言又惡語,會引起所有人討厭你 你說的再怎麼有誠意,也沒有人會相信 你戴上壞人的面具,老師惡言又惡語,會引起所有人討厭你 歌詞一PO出後,立刻引發網友熱議 因為歌詞怎麼看,都像在暗腔裡進來,令我毀滅市場,引起大家同情 而自己說什麼卻沒有人相信,似乎在為自己捲入王力宏離婚風波而暴躯 你是屬於那種戀情結束,還是可以當好朋友的人 我覺得要看情況耶,通常是不太會 是因為會傷心,就再聯絡的話,會心情不好 不曉得,就是怪怪的 那對方留下來的照片都會留著嗎 看情況,有些是封箱 有些是封箱,捨不得丟單是封起來 情書嗎 照片啊,書啊,人家送的東西 在家裡有幾箱 日本家裡有一些啦 就真的一箱一箱嗎 日本家裡有一些,台灣家裡有一些 平常不會拿出來回應 直到什麼時候 可能直到 他過世嗎 我覺得 他翻家 我在想結婚的那一天吧 立宏,誰比較帥 剛才是立宏啊 會結論跟立宏一定要選一個 選什麼 一個要發生關係 認識,真的沒辦法選了,很尷尬耶 好,所以你自己講吧 立宏好了啦 你在日本碰到 有看到你崇拜的人 然後你會很興奮的嗎 有那種日本明星嗎 我喜歡主演那一封 可是我從來沒有跟他合作過 然後因為他也很少上綜藝節目 所以沒有機會 所以有一次在電視台裡面 他在拍電視劇 然後我去錄影 就擦身而過 然後擦身而過 他就這樣很酷的這樣 早安 然後我就 沒有機會爭取跟他合眼啊 什麼的 不會特別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合眼 這樣還滿丟臉的 不會這樣做 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用日文 跟人家吵架了 可以啦 有嗎 你有在日本跟人家吵過架嗎 以前跟男朋友啊 用日文 對啊 你是說Sukizo嗎 對啊 你跟Sukizo會用 會